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从事的是普通的生产工作 平时很少能与外界接触 特别是年轻的异性 因此抱着打发无聊时间的态度 他将陌生的微信好友保留了下来 他就说他在广州上班 具体做什么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就看他朋友圈的一些动态 一些健身的照片 然后一些跟朋友一起聚会的照片 就感觉是一个积极阳光的一个形象 然后有点像邻家女孩的样子 翻看刘家的微信朋友圈 在一个多星期之后 几乎成了马成心每天的必修课 他也开始特别地关注起这个女孩 两人时不时地也开始在网络上聊天 不过直到此时 马成心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理智 后面他说他有一个男朋友 是在国外上学的 大约在三个星期之后 刘家发在朋友圈里的内容 让马成心担心不已 刘家坐在地毯一角 身边散落着几个被喝空的 啤酒一拉罐 配上了一些伤感的文字 然后他就跟我讲起来 他和他男朋友跟他分手了 男朋友在国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然后那个女孩子也怀孕了 我想着一个平时这么阳光 一个积极的女孩子 突然遭遇了这个事情 我感觉有点可怜的样子 安慰他 然后跟他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很自然的 马成心对这个远在广州的女网友 进行了一番安慰 刘家也表现了对马成心更加的依赖 这让马成心觉得 他事实上成了这个失恋女孩的新男友 然后他说他就回他外公外婆家 正好去看一下他外公外婆 然后顺便删刊信 他说他外公外婆是五一山的 在那边自己有一个茶园还是干嘛的 他说他要去的那边 确实也发了一些朋友圈 登机牌 然后到了五一山那边一个机场的照片 然后到了他外公外婆家 跟外公外婆的合影都有一些 然而正当马成心与刘家的关系 越来越亲密的时候 刘家突然从网络上消失了 马成心也被拉黑了 他于是来到了上游县公安局报案 基本上是差不多33天一个节奏 就是说就是一个周期 轻心可人的林家女孩 坑人钱财的网络骗子 什么才是她的真面目 33天的网络情缘 步步为营的话术套路 这背后还有着哪些惊人内幕 爱你33天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爸爸是旷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爸爸都去城里打工了 奶奶每天到时候都有车就好 我爸是安全员 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我好想他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众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 我想吃我妈妈做个饭 妈妈烙的骨壳香子 做人讲良心 诚信走天下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在马成心之前 上游警方就已经接到了类似的报案 几个当事人都称 微信女友在交往了33天之后 就神秘的消失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刘家消失之前 又发生了什么呢 烈了一天了 再拍一个试试看 你们愿意给个赞吗 这是刘家在朋友圈里发布的一段视频 里面是他制茶的画面 通过刘家的朋友圈 与两人之间的聊天 马成心得知 女友的外公外婆 是福建武夷山的老茶农 家里生产茶叶 他说如果能够接受他外公外婆的生意的话 他说如果我去福建的话 可以试着看一下 了解一下 可以试着在一起发展一下 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月之后 刘家告诉马成心 自己母亲早年车祸去世 父亲后来又再婚 生下一个弟弟 如果他不能在一周之内 卖出五万的茶叶 外公外婆的茶参将由同父异母的弟弟所有 就想让他接手一下家里的生意 看一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也是可能说考验他的意思 出于帮助网练女友的初衷 马成心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向刘家分别汇出了520元 1314元 以及2019元 用于购买茶叶 反正也是那个外公外婆自己种的 也就是一点人工费 他说反正随便表示一下就可以了 他只是说希望发一个极力的红毛 一个极力的数字 因为一三一四可能相当于一三一四的意思 所以就随便发了一个一三一四 之后不久 马成心就收到了寄自福建五一三的几颗茶叶 只是第一列的质量 与他所付出的价格相去甚远 真的寄了 后面发现这个茶叶实在不行 跟这个市场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市场上可能就卖九十块钱 可是33天的恋爱周期之后 刘家突然就消失了 那么他究竟在哪里呢 马成心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这是位于上游县城的居民小区 在接到马成心的报案之后 警方开始对这里的其中一套房屋进行了秘密摸牌 原来通过对马成心转账资金的追查 民警发现这些钱最终都进入了一家名为 上游县云珍家居店的公司里 眼前这套可疑的房屋 正是这家公司的注册经营场所 一段时间摸牌之后 民警发现了可疑之处 按正常的公司来讲 就是的状态来讲 他们一般是开着门 因为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电商公司 就每天都是门都是紧闭着的 对马成人比较警惕 在网络交往中 刘家是一个身在广州的都市白领 那么他又与这个隐藏在干南小县的家具公司 有着怎样的牵连呢 它里面有二三四个人 就在里面散发 然后这个年龄段也比较复杂 就是有年龄比较小的 有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 哪里都有 警方认为这其中必有猫腻 3月29号 上游县公安局对这个窝点进行突袭 民警现场看到 在这个窝点里几十台电脑椅子排开 每个电脑屏幕上所显示的 都是微信聊天的页面 因为我们那个电脑登录那个微信聊天 而且他们的登录微信的那个身份 都是一个女性 就是一个刘家 就是冒充一个刘家的那个身份 所有人都是自称是刘家 就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一个女性 事实上除了三个女性之外 其余的犯罪嫌疑人 都是二十岁左右的男性 正是他们冒充成漂亮可人的都市白领 在网络上进行卖茶女诈骗 他给我的素材里面就是有一个名字叫刘家 好好名字的话 差不多都是差不多的 什么家妹啊什么之类的 经过警方的初步统计 在短短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 这个团伙的涉案金额超过了八十多万元 账荡受骗的受害人遍布全国 那么卖茶女爱你三十三天的骗局 为何有着如此大的杀伤力呢 头像就一个女的头像 主管给我们的时候都已经弄好了这东西 有一个人设 就是一个女职员 十九岁的胡小龙 是其中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就是和受害人马成心 微信交往了三十三天的刘家 据调查 这是一个由犯罪嫌疑人李启祥 谢宝志 田仙君等四人为苦干的诈骗团伙 整个骗局的第一步叫吸粉 就是将作案的微信 渗入到受害人的微信好友中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吸粉的操作者是网络黑客 他们只要付出金钱 就可以达到目的 而接下来 犯罪嫌疑人才正式开始 为期三十三天的诈骗行动 前面二十年左右 就是三个星期 基本上都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固定 而这三十三天的过程 并非没有章法 而是有一个严格的诈骗剧本 犯罪嫌疑人称之为话术 与拍摄影视剧类似 话术少不了人物设定 那么这个团伙设定出来的刘家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刘家他就是定位一个95年的女孩子 然后就是以邻家小妹的这种身份 大学毕业两年 然后他是主级就是 我们江西警察政府两个 然后他外公外婆外 就是问这个513这边的 人物设定是每一个犯罪嫌疑人 必须牢记的内容 他甚至细化到了 这个身在广州的刘家 每天如何坐地铁上下班 租住在何处 在33天的前21天左右 通过聊天或微信朋友圈的方式 这些所有的信息 都要慢慢地渗透给受害人 为下一步的作案来进行铺垫 朋友圈 就是那些信息的 他会账面给我 就是有时间 每天要发什么东西 就是日常一些生活账 就每天上下班那些 然后日常 去见见神 看说什么的 他就是专门请着这种模特 来摆拍的这些一系列的照片 就是让你产生 让你觉得 这些事情 他发的照片 这些都是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生活的轨迹 就是说每天都不同的东西 每天都有更新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摆拍的 在骗局进入第21天之后 骗局开始进入推进期 此时 反对嫌疑人突然告诉受害人 身在外国的男友遗情别恋 他十分伤心 还配以喝酒的颓废照片 在警方看来 这是嫌疑人一方面 为骗局转场到五一山的茶园铺垫 另一方面 激起男性网友的同情心 与保护欲望 他分手之后 他肯定就是通过这个铺垫 他才有理由 就是说我为什么 突然之间就想去 要去外公外婆的茶园 这个过程虽然只持续一周左右 却是步步为营 卖茶女便推出 继母夺产的苦情大戏 为了保住外公外婆留下的祖产 弱不禁风的女孩 要在几天之内 卖出数万的茶叶 为了增加谎言的可信度 采茶炒茶等作案工具的照片 自然不会少 后来到了513之后 他就会说 到了外公外婆这里 到了外公外婆这里 那他就会拍一些 跟外公外婆一起出去 生活劳作的产品 那个劳作产品 他就会出现这个茶园 因为他说 这个外公外婆就是在茶园当中住 第28天开始 这个骗局进入高潮 以帮助完成赌约的名义 卖茶女要求受害人 购买她的茶叶 无论诈骗是否得逞 达到33天 受害人便会被拉黑 基本上是差不多33天 一个节奏 就是说 就是一个周期 这个周期过完之后 假设说 受害人 他这个里面微信家的好友 他都没有购买他的产品的话 就是说他诈骗没有成功的话 他基本上会放弃这个人 在采访过程中 不少的犯罪嫌疑人都辩解声称 他们只是做微商 虽然收了受害人的钱 但是也寄出了茶叶 并不是诈骗 然而这只不过是 他们自欺欺人的幌子罢了 事实上 他们从一开始 就虚构出都市白领 通过一系列的手段 让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 从而基于这个错误认识 来购买货不对版的茶叶 最终达到非法占有 受害人钱财的目的 警方认为 这是典型的诈骗犯罪 他们必将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法律的代价 好 请不吝点赞